早安 午安大家 好久没看到 我也好久没看到 今天是12点开 我中间晚上还忘记我把要定8点的闹钟 就是这样的声音好像是 我们要翻塑胶带 我的肚子不是九九的肚子 我在想这个要直接拿去微博还是 早安 这可以直接微博吗 这是塑胶 我很怕我现在那些微博等下就跳电了 跳电就尴尬了 可能我不能送心之管了 不能送心之管了 结果真的不能送心之管 跳电会这么严重 我就怕因为没有试过 跳电就尴尬 然后就在黑暗中你看我直播 谢谢为什么一起摇摆 台湾黑熊 因为我妈说我想吃鸡爪 然后他就买了机床 跟大家说一件事情 我今天闹钟没有响 然后完全没有人问我起床了没 完全没有人问我起床了没 我说到11点半 然后就这样 十 Greenska 12点了半看了 始终就发现 诶 还是还没12点 然后 我就想说我明明有15闹钟 还没有响 然后 拿了我的手机 好像是她响了 但是我一直没听到 所以她就没有声音 洞窗還是熱窗 自己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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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鬧鐘還沒響 像剛行 不是啦 我想說應該會有人 就是提醒我說 欸你今天要直播 記得起床 然後起來發現 沒有人 回應來了 對 回應來了 那我去試 這微波它 早上好 謝謝大家的封面 想一下這要怎麼微波 這個塑膠袋先拿起來 上面都是油 還有頭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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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叭 為什麼是我最近一直在掉頭髮 所以長長綠的頭髮出現 剛剛也是化妝品上面一直有疑問的頭髮 微波生意好大 微波雞爪嗎?沒有微波雞爪 謝謝吉米做簡單事務 口紅的顏色覺得很讚 口紅的顏色是那個 這個 BIDOL 這個口紅只有沒有試的時候可以用 跳舞就不能用這個 因為黏得滿臉都是 LULU的LOVE 想幹嘛 你昨天晚上一直在那邊抓屁股 真的是很吵 你最後到底抓到了沒有 我昨天睡了超久 我晚上吃了 吃了雞排 然後就從7點 睡到11點 然後再從3點睡到11點半 然後再從3點睡到11點半 哈囉維尼 午安 可憐的屁股 我昨天半夜趴起來 就是口很渴 然後就拿了一瓶水 然後就晃著晃著 然後坐到那個椅子上 結果 因為我就晃著晃著 然後又很黑 我什麼都看不到 我就坐到 我就坐到空這樣 我想說什麼東西覺得很熱的 然後大家就跳起來了 好 阿莉塔親眼目睹了這一切 她笑得很開心 壁虎會幫我吃蚊子 見面的壁虎 她就是 看不慣她那邊爬 為什麼壁虎都要半夜才要爬出來 沒有殘膠 她完全沒有殘膠 她就是默默的 拿起來 這樣子 等一下 最近非常的擔心 太 極度 極度擔心 就這樣 默默吞人 她什麼都沒有說 她完全不認識我 我昨天晚上吃 我夢寐以求的雞排 然後我就睡著了 前一天晚上不是吃了燒肉嗎 然後我就去量體重 我就去量體重 結果我發現我只有44公斤 44.0 然後我第一次看到點零這個數字 然後我 我今天早上又去量了一次 然後它就變了43.4 我想說 想說的是 是不是有毛病 完全沒有在講 下一個夜藍的花枝精萃 就是它這樣 吃吃吃吃吃 我就覺得 這是我明明有吃 我有吃 我有好好的吃午餐 沒有好好的吃午餐 下一個螢光棒 體重計有誤差 我 上禮拜試量的時候 大概45.1 這樣子 然後 然後回來量就變44.1 欸 45是最瘦的時候 45.0 然後某一天它突然變成44.1 它少了0.9 我覺得很可怕 然後 我剛剛量 就變43.4 然後我想說 又少了0.6 當然是去了哪裡 生活不正常 覺得好像不夠康 哈哈 體重計沒點 怎麼可能剛好台北的跟宜蘭的都沒有點這樣子 太補充的速度 有吃健康 沒有 所以我一直懷疑我在宜蘭都沒有變瘦 是因為我媽的東西都在健康 宜蘭都沒電了 那你叫我媽該怎麼辦 它涼都可以變重 它涼都可以變重 那你會懶得吃 懶得吃飯 我昨天 我昨天好像 吃了 吃了8了 昨天吃 早午餐吃了8了 然後晚餐吃了雞排 那我就睡覺 學校拉拼拼 看他一直都在 他那天來台北啊 然後就看他 坐在椅子上吃 是人痘吧 我是說你那個肚子很大 三三十間不固定 但宜蘭也是 摔到飽 但宜蘭也就選了 因為他晚上都怕我吃不飽 他都買超多 他每次都吃超飽 我昨天晚上本來是要吃雞爪 然後我就說 然後他就買了雞爪說 你確定你晚上只吃雞爪 我說不然你隨便炒個菜也好啊 然後他就說 沒有菜 什麼的 然後我就說 然後我說我想吃雞排 然後他就 他就去買了雞排 然後他就說 他說你這樣兩個東西吃得完嗎 我說那你就先把雞排吃完 再看以後不要炒菜啊 所以就吃了雞排之後發現 喔我不需要炒菜了 所以就只有吃了雞排 不然的話平常他就是 買了水餃 又買了肉 又買了菜 然後一次弄完 然後超多 然後每次都吃不完 現在還沒弄完 沒有有時候還是會吃 親切煮的 吃了就去買雞排 我還一直睡睡念說 喔我想吃小籠包 然後他就說 還是你要吃小籠包 可是不是 禮拜一 公休 所以他沒有買 他沒有買到 放了 怪主牌 現在是苦瓜沒抽 夢寐一抽的苦瓜糖 真的 我還沒用 我以為你買到 你買到辣椒 你買到辣椒 我買到辣椒 你買到辣椒 雖然台北的真的 多汁的話是蠻多汁的 但是 伊南的就比較便宜 熟悉的 便宜但是就是小龍包 老鷹變宮崎 什麼意思 原來貴族派也有山寨的嗎 豆漿墊的小龍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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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漿一樣很脆 說不定其實它是真的 只是你 覺得它是 放 哈囉 嘎嘎 還可以說什麼 我剛剛就說完了 好 差很多 不差很多 價錢差很多 價錢差很多 但是 要好吃的話 可能還是要 去 專業的 超級美分店 哈哈 喔 然後我昨天 昨天起床的時候 很想要 蹭鼻涕 然後就拿了衛生紙 開始蹭 然後就覺得衛生紙怎麼這麼臭啊 然後 然後 Alita就來聞 應該是那個冰箱的味道 可以不要把衛生紙放在冰箱 很臭 有個臭 世界無敵臭的衛生紙 都兩點 衛龍它嗎 那蠻便宜的 放冰箱 不是 它是一個 沒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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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在用的冰箱 你知道嗎 我家的還沒有在用的冰箱 然後 它就是把所有東西放在裡面 把它當一個 櫃子 放 它裡面的味道真的很臭 就覺得 先不要把衛生紙放在冰箱 超級臭 它每一包都是這個味道 就覺得很噁心 謝謝有西西囉 哈囉五彎 有差點嗎 沒有差點 就是密閉的一個 完全密閉的一個 櫃子 但是就是很臭 就是那個化學 化學的味道很臭 我只要醒鼻涕 然後一直聞到那個味道 就覺得 噁心 謝謝小 易德樂 它現在每一包都是那個味道 我覺得很可怕 很好吃 那冰箱裡可能還有很多包 不然就拿去廁所用 拿去廁所用 拿去醒冰淇淋真的是很臭耶 哈囉妝 香水放一下底下又沒有噴到 這樣也吸的時候也很不錯 太香了 吃飯的時候比如說拿來擦嘴巴是 那個衛生紙就很臭 等等回家 歡迎回家 歡迎回家來吸一下這個衛生紙 因為很臭我還知道要來吸 但是他們已經用習慣了不覺得那個味道很奇怪 直擊腦邁 對阿我真的只是想要醒鼻涕然後我又醒不完 所以我要一直抽 這樣抽 不能吃牛肉的妝妝 他本來就 他好像也還好吧 這麼可憐的 這麼可憐的 可是我過敏沒有鼻塞啊 我還是聞得到味道 我鼻塞應該就是 真的感冒才會鼻塞 就是像這樣 流鼻氣 太拉過來我只是想裝個骨頭 是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塑膠袋一直發生 這個塑膠袋全部都是洞欸 那我要換一個塑膠袋 其實屬修 我不知道他去幹嘛 有可能 公平是拿冰天不會比賽嗎 會嗎 會嗎 會不會 全部都懂 就是被褲獎咬 咬到來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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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错 嗯 對 現在是那個臭味的衛生紙 很臭的衛生紙 超級無敵 臭 我 拿噴嚏的方式很普通 那我給我 拿個噴嚏 掉下去了算了 都哭哭了 不是臭到哭的好嗎 本來你流鼻涕就會這樣 竟然是宜蘭 好久不見的宜蘭 因為昨天放假 挺到快流淚 因為太臭 這也不是普通的臭耶 當然有嫁方 可是今天又沒有嫁了 今天又要 今天又要來回 好久不見的 好久不見 我來一回 嗯 他在他的 廁所裡面 玩沙 很喜歡把到處用的都是他的沙子 他在咬史努比的屁 他先去廁所 然後把沙子全部弄出來之後 我們就會拿吸塵機出來吸地板 然後他就會趁機 要我們吸他的毛 胡瓜雞湯沒有碰你 我們的蠻高的 但是他會跳起來 但是全部都會 還是會飛出來 嗯 他不一定他沒有想那麼多 我還幫他想他的理由 不然他幹嘛要弄那麼多沙子出來 嗯 怎麼會有這麼喜歡被吸塵機吸的貓 對一般的貓應該怕新人吸 可是他很 他很喜歡 有快感 他很開心欸 他被吸得很舒服 他很喜歡 貓過敏 我覺得也蠻有可能是貓過敏 因為他本來都會貓過敏 哈哈 他很久沒有回來 然後那個毛什麼的 musik 這 Rot 是上色的 現在可以 這是我一個 踩一斤 他 Saint 什麼 我覺得應該是城門喔 對 終於是城了 其實這個有啊 其實這個有 貓過敏但卻在羊毛的 雖然是這樣但是沒有關係 反正我又不是那種超級無敵 大過敏 我就只是打打噴嚏而已 空氣 空氣清淨機 真的有用嗎 切人半的kiss juju 我之前是臉會過敏 就是很癢 皮膚會過敏但是現在不會了 所以冷氣的空氣清淨都是假的 是蠻煩的 一直先鼻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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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超癢 不是很癢,是流鼻涕 除刺激,可是沒有什麼在用 完全沒有在用 現在口罩有用嗎? 現在口罩睡覺,我每次睡起來,我的口罩就不見了 每次睡起來都忘記我有戴口罩這些事情 我的妝都快不見了 睡覺,睡覺快滿臭的 而且還有這個很臭的衛生紙 真的是很臭 為什麼國術是教徒 我沒上誤吧 大特賣 看來看去的不重要 不重要 所以想要去外面買 去外面買就好啦 孝心生日前天 原來是在暗示嗎 其實沒有 是不是要一直抬頭 這樣我的鼻涕怎麼會流下來 還沒有開傷 應該是因為我一直流鼻涕 我還在過敏的狀態 因為那時候我根本沒有在開傷 我的聲音就是一直這樣 還是我也沒辦法 但這個我進步了 我小時候都是全部吸進去 因為我不喜歡唱鼻涕 唉唷 真的很臭 不想要醒鼻涕 吸進去被倒了 我在小時候都全部吸進去 然後就會有很多彈 很想換一包 但是我家裡現在全部的衛生紙都是那個味道 一定是因為他們都沒有過敏的問題 不是要醒鼻涕 我覺得我的鼻子快不見了 所以我會不會變成彈 會以為它就全部卡在我的喉嚨 就下不去 因為我現在彈減少很多 不然我小時候世界無敵嚴重 就是我只要一感冒就是喉嚨痛 因為彈特別多 會忘膚 忘膚是什麼 我的鼻子是很棒的鼻子 我沒有鼻子耶 我鼻子超扁 好像被我醒到變扁的 幫小朋友洗 我看過人家買那種洗鼻子的 就覺得好像很苦 但是就不敢用 很不舒服 所以就很辛苦 可是我斷掌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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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是被忘還是被咳 斷掌 而且不是說女生看右手嗎 右手就是斷掌 你怎麼會被咳嚨 你知道嗎 只要是放在哪裡 我會被咳嚨 所以我會被咳嚨 在那裡 那裡 那裡 我會被咳嚨 好 所以我會被咳嚨 剛好平衡掉了 跟幸福結婚一定不會幸福 陳真烏 性為這麼滑 性為這麼滑 一頭白髮 有些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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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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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多耶 我體內的水分應該百分之五十都出來了 終老醫生 不是說什麼打噴劑要按這邊嗎 那是打噴劑不是六鼻涕 他們這邊吃藥會好 我真的為了這個狀況去看了很多次醫生 但是他都叫我噴那個鼻噴劑 但是我噴了幾次就不想再噴 雖然那個噴了真的是會挺耶 你的鼻涕真的會挺 但是就不想 會忘記噴 大丈夫 大丈夫です 大丈夫です 看中醫 不喜歡吃藥 我是一個不喜歡吃藥 跟顯地氣比起來就是一個 我們兩個就是一個 天與地的存在 他就是拼命看醫生拼命吃 我就是拼命不吃 拼命不看醫生 味道不太好 味道不太好 我很怕去看耳鼻浩飄的鼻子 因為感覺他都會灌一些有什麼 就覺得那個好噁心的感覺 我想說我死都不要去看病 超大人吃藥 我是一個超大人吃藥 感冒藥也不想吃 感冒藥也不想吃 就是顆粒也不想吃 被你鼻子 我每次 我小時候去過一次 然後就有看到 就是老人家去 可能是弄鼻子吧 然後他們都會包著 就是 就是把鼻子包起來 就會看起來很可怕 就不想去 好 打針呢 打針也沒有 沒有必要的話 幹嘛要去打針 我超久沒有打針 我 高中大概打了一次 就再也沒有打 國中也是 國三就沒有打 所以那種什麼疫苗 我都沒有去打 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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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體痊癒 怕打針不怕 但是就是不喜歡啊 有人喜歡打針嗎 整 整型 整型醫生是嗎 不知道 反正我小時候看的時候 就覺得 免費的也不打耶 因為打了就很痛啊 就不想 很痛耶 被打完之後 你的雙手就會 你的 那隻手就會癱瘓 又沒有 又很酸痛很討厭 超討厭那個 酸痛的感覺 什麼我的手 我的手其實有變胖 我自己是這麼覺得 哈哈 打針都找不到血管 打針要找血管嗎 不是抽血嗎 可是抽血我覺得我的蠻好找的啊 我覺得我的蠻好找的 我是還蠻清楚的在這裡 至少有三條應該可以找得到 然後 又可以 好了 我 希望 把蠻好賤的 可以嗎 我 我 其實 會不會嗎 但這是磋子 怎麼會沒有 我 我 麻煩 還是因為我幫我抽的那個人技術很好 但是現在假如說要上大學 不是又要健康健康 這感覺又要再抽一次 那啊 史諾比 不會啊 史諾比有什麼好模仿嗎 看到血流出來會很怕 我是不怕但是我 不喜歡看到那個針搓下去的瞬間 我想看到那個針在我的肉裡 就感覺很流行 我的手多了一個洞的感覺 抽血痛醫師打針痛很久 打針痛超久的 打針痛一個晚上洗澡的時候 他的手還舉不起來 打針無感 打針無感 謝謝家演的楓葉 我覺得感覺可以噴一下 傳說中的鼻噴解 我來看有沒有好一點 我能知道醒到 醒到兩點都很好 她說對不用的 喔 她說那麼穿的 她說是很整個 她說對了 我肯定是在哪些 她說 sentenced 我吃了一碗 我吃了一碗 我有一個希望 看到就會恐慌 因為我之前放在 學校的那個書包 然後那個書包現在全部都清掉了 所以不知道放到哪裡去 破壞 先檢查有沒有過期 一般都會有保存期限 那個感覺就可以放很久了 傳說中的鼻噴劑 通常很早用 反正它就是噴鼻子 感覺就沒有什麼差 但是吃下去就是有點 差的感覺 剛剛幹嘛都曬黑了 其實曬黑很多 鼻子好癢 喝被噴開水 我剛剛就是喝 湯才這樣 哈哈 光線問題 但是真的很黑 其實 真的很黑 我昨天半夜還把我的體重紀錄起來 我覺得太不可思議了 我再這樣下去 我再這樣下去就會達標我以前的 體重標準 你知道嗎 而且我還長高 我還去算了B&I 算了一下B&I 不會黑 假如說只有要穿 無袖的話就會看到那個 看到這個色差 你知道嗎 就是很白 跟黑色的色差 是不是看不太多 現在看得出來 錄起來了 我之前161的時候 它給我的標準是42 然後我那個時候大概47 我說不行45是我的極限 然後到現在 我的標準改到45 但是我的身高變成162 然後 點多 然後 然後我現在 現在在44跟43之間 我之前都是45跟46之間來回 現在在43跟44 它就不會在意那麼多 其實還蠻明顯的 是因為現在看不太出來 這邊就很廢 這邊就很廢 肌肉不夠的話跳完 其實我覺得我肌肉是蠻夠的 我個人是這麼覺得 我傾向於我把我的肌肉拉開 我傾向於我把我的肌肉拉開 放一塊的話看起來就很可怕 一個半 肌肉不夠的 有可能喔 兩個零一種 八十幾公斤 可是我一直覺得 沒有 我沒有變瘦 就是 而且我 因為我一直在台北 但是我台北沒有 體重計 所以 直到公司 去公司量 之前 我完全不知道我大概幾個年 然後我就一直 因為我在台北 一直喝 飲料 什麼的 然後吃一些有的沒的 我就覺得 慘了慘了應該胖很多 然後我就去量了體重 結果沒有變胖 我就覺得很可怕 我就覺得很可怕 而且我每天 我每天都在覺得 好像 應該變胖了吧 那個 臉好像 肉變比較多 之類的 我每天都會這樣 每天都會看 每天都會看 好像 變圓了什麼的 好像 腿變粗了什麼的 每天晚上都在那邊 然後 然後就是在想 明天要量體重這樣子 所以我就會 我超級驚恐 我想說 我到底收在哪裡 但是我完全沒有感覺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看人家的變化 每天都在焦慮 每天都在焦慮 其實我沒有那麼焦慮 就是 比如說晚上 刷牙系列的時候 就會看鏡子 就會覺得 好像 比較圓之類的 好像 然後每天都這樣 你 你 每天 缺了 你缺了 好像 好像 變了 好像就開始 開始 開始 哄一哄 試著 試著 運動一下 大家會覺得 你比較圓嗎 不知道耶 我有知道 嘉莉之前跟我講說 林一 你是不是變瘦了 我說 沒有啊 我只知道好像蠻多人跟我講說 你是不是變瘦 但是我 那個臉是不是變瘦 臉就是一個唯一沒有變瘦的 感覺啊 我就是這麼覺得 我現在這樣直播看 我也覺得我的臉沒有變瘦 我的臉就是一直都是那樣 需要 一點頭髮遮肘 沒有 只有阿嬤說你變瘦 不能相信 其他都可以 好 累了 哈哈 才做幾下 就累 不管胖多了 都說你臭 對好像是這樣 有吃飯嗎 沒吃 哪裡再散 可以吃 吃比較多 對 對 全是熱的阿嬤都一樣 這都不會叫大家減肥是不是 你看這杯 有活度 其實我蠻羨慕 就是 不是 韓國藝人 就是那個肩膀 那個肩膀很厲害 看起來超療癒的 看起來超療癒的 就是只有 就是這樣 但是我沒有 我還有這一塊 直腳 直腳肩 我還沒有 我還買水槍兩塊 他就叫你要運動 嗨嗨 很像有流肩 牛肩 流肩 什麼意思 因為我覺得這邊 我覺得這邊蠻 肥的 我想要它凹下去 我想要這邊凹進去 它這邊是 好像是因為塗背的關係 所以它這裡會有兩塊肌肉 我就想要削掉這兩塊 濾鏡開這一攤 我想要削掉這兩塊 說肌肉 試試看 我這邊算蠻有肉的耶 其實我是怎麼覺得 我覺得好像可以 好像可以這邊再進去 還有這邊 這邊可以凹一點 下去一點 不然沒有肩膀 沒有肩膀真的是很 東西會掉很難 沒看過胖子 不是啦 胖子也是有地方是瘦的 應該吧 這邊這邊這邊 雖然我的脖子真的 我的脖子很 很噁心 你看它會跑出來 喔好酷喔 胖子沒有地方是瘦的 哈哈 你看這個 真的很酷耶 雖然都沒有脖子 是啊也沒有脖子 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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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指也會 有脖子 我覺得我跟賢迪姬是一個很容易 形成肌肉的人 就是 就是你無時無刻 無時無刻 不知道為什麼它就會有肌喔 啊 嘖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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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脖子 有脖子 就是我只要 我什麼事都沒做 但是 我的小腿肌就會在一天爆發 哈哈 還有我的大腿肌 我每天 知道每天半夜 在那邊拉筋 想辦法把它拉開 然後只要過了幾天沒有拉 它就會 吊 吊 就又長出來 修一下肌肉 手臂是沒有 手臂沒有肌肉 現在應該沒有這麼 壯了 但是穿高跟寫什麼的就會很危險 不小心就是 會用力你知道嗎 有一種減肥的方法就是 你無時無刻你就縮著你的小腹 然後這個一定就是 我日常的習慣 就不縮不舒服 就是沒辦法放鬆 然後李莫誠就說 欸你很奇怪什麼的 我就說 你就縮著你 縮一縮你就會覺得你自己很縮 就像我吃飽 我的肚子會縮著 就是我沒辦法放鬆 我覺得放鬆 那個食物全部掉下來的感覺 超級噁心 坐著坐著就不會了 腹肌 就是一種習慣 然後就會催眠自己沒有小腹肌 但是其實我有 大家都會說 欸你沒有肚子好羨慕 我說 沒有就只是縮起來了 所以沒有肚子 其實他是有 其實是有肚子 謝謝LULU的Glove 看你還是胖 看不出來是不是 我覺得我的小腿蠻壯的 欸看不出來 我覺得我削了 我削了 嘿 看不出來 可是小腿真的是蠻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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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個人是這麼絕的 看不到 現在看不到 要穿高背景 等有活動的話就會看到 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哭了 現在看不出來 看看不出來 就了 我是不成功 我都不成功 我都不成功 嚇壞了 我都不成功 所以我會先繼續 就是這麼一回事 保養雙腿 我只是想給你們看我的小腿其實 但是你們現在看到 是不是又看到什麼瘀青 那時候 渾身痛 失望 脖子會往前 我都這樣 我對我的大腿沒有在 沒有在 小力的 就是要 往絲力打 怎麼還是有瘀青 就是因為不會想要隨時帶 我就會覺得 喔好像還好的時候我就不會帶 未來怎麼不會啊 要促進吸一吸吧 膝蓋是要敲什麼 膝蓋當然不會敲啊 我都大腿的部分 每天都這樣 大家真的散肉 所以我說 我說就是 每天你就想到 把那個肌肉打掉 不然這邊 常常會這樣 這樣融起來 這邊就會 鼓起來 就會超 這樣從 側面看的時候 你的腿就會很重 所以就是要 敲掉 我一定敲到 沒有感覺 但是我敲別人他們就會說 很痛 不夠 不夠 你要 不能對自己 不能 放下 心 往十里按 因為我 因為我 國中的時候 我就是 雙腳 肌肉發達 超級大力 都是我超大力 所以我就會 我就會 李鳳城 然後就會去幫他敲他的大腿 我就說 你就要敲啊 打 打大一點 就會 比較瘦 然後 然後我就是 因為我之前 國中 我的小腿肌超級無敵重 世界 就像石頭一樣堅固 然後超大 然後我就 沒辦法 我就只好 每天 就是在那邊 揉 在那邊捏 然後 但是他就一直不笑 因為他很大塊 所以他超難笑 所以我可能已經 完成那個鎖鏡 他現在 他現在 已經 非常的軟 他現在是 就是超大的 就這樣 小時候喜歡 跑步法山 我什麼都不喜歡 但是小時候的體育課 就非常的可怕 我超討厭 超討厭我國中的體育課 體育課 好想請假回家 可以讓我回家嗎 我身體不舒服 現在小腿軟軟 軟軟的是 你現在 可能我 捏了 所以他 就變很軟 但是其實高跟鞋穿上去 他還是硬的 他就說 欸你的小腿好軟喔 什麼的 然後我只要一站起來 就是 超硬 就是沒辦法捏的 皮都抓不起來的那種 應該會覺得很舒服 越捏越瑜伽 不會瑜伽 我沒有捏到瑜伽過耶 其實我沒有捏到瑜伽過 怎麼他 我們之前體育課 根本就是 把我們當體育選手 在那邊操的好嗎 根本沒有打球時間 沒有打球時間 光跑步跑回來 就沒有時間 我今天體育課就是 炎炎夏日 七月那種 超熱然後 什麼正中午之類的 然後體育課 就是每天去跑校外 然後就會跑 我忘記是來回 來回一公里還是 還是去一公里回一公里 反正就是 這樣來回 然後通常你跑回來之後 五十分鐘 就已經用掉了快半個小時 就是跑那個校外 就快花了三十分鐘 在外面跑步 然後 然後回來之後 他就說 嗯 跳繩啊 然後他就跳繩 雖然是跳繩就算了 還說什麼 五百下 五百下是什麼數字 我那時候簡直是 看到一個不是 不是人的體育老師 五百下 什麼數字 騙到體育班 沒有但是就是 那個 老師 上軍校 體育班 因為我們 之前 就是有 大家知道東三合嗎 端午節會有 滑龍桌 就是會有 比賽 滑船 的一個隊 你知道嗎 我們剛好就是學校有那個 滑船隊 什麼 然後他就是那個 滑船隊的教練 你知道嗎 他就是那個教練 然後又是我們的那個 什麼 主任 那個什麼 那個叫什麼 那個是什麼 的那個 就是 最大的那個 然後就剛好 我們三年都是他教 我們三年 體育課都是他教 我們三年 體育課都是他教 然後因為 之前二三 叫做 國二國三 就有換到老師的話 就是 不是他 信導主任 對信導主任 然後就有換到老師 所以 但是我們班沒有換 從來沒有換 就是從頭到尾都是那個老師 然後我們每天就是 每天就是跟那群那群 那群 那群 滑船隊一起操 就是滑船隊就算 他們就是已經 被操習慣了 就是那種 每天跑什麼 然後做重訓什麼的 會一直做習慣 然後跟我們一起 跟我們這些 菜鳥一起跑的時候 欸他們根本 根本就是神速 我們就這樣跑完了 然後我們還在路上這樣 要死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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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回來 回來之後什麼 還要跳身 真的是快死掉了 回來光休息就是 覺得不行了 還要跳身 然後 然後就是因為 你知道 那個 滑船隊跟我們這種 是完全不同的 等級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這種人被操成這樣 下一秒就是 死亡 不然就是 回到教室就是直接 然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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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有一次吧 有一次可能是 我記得是那種 什麼 青蛙跳什麼鬼的 然後你就這樣來回跳幾次 然後奔跑 那個叫什麼 就是有一種 一種操 但是它是 它是有一整套的 一整套的 什麼什麼 青蛙跳到對面 然後什麼 小碎腹然後衝回來什麼的 然後抬腿跑這樣衝過去 然後就是一直這樣來回來回來回 然後 各種 奇怪的 什麼 反正就是訓練 體育生的那種 那種訓練 然後給我們做 然後我們做完之後回去 然後下一節的課是音樂課 然後就有人 就有人 吹他一半然後他就吐了 然後我們 全部人就這樣 我抱好這樣子 我真的是覺得 這個體育課真的是太可怕 超級 世界有點可怕 跑超常都五圈那種 五圈是什麼東西 五圈是什麼數字 然後 這就是 一定就是那個圖 而且還有那種什麼 滑 滑 就是有一種機器就是 滑船隊在專用的那種機器 測工儀 是嗎 就是他們 他們在 訓練滑船隊的 一個機器 我們那個時候 根本不知道那是什麼鬼啊 然後說 然後每一年都要辦 辦那個比賽 然後我們還要下去比 因為不可能只有 幾個人 就是一定就是有種 大堆接力變成那個比賽的感覺 所以就是大家就是 等一下去拉 拉一分鐘就死亡 然後旁邊還要放著那個氧氣桶 隨時拉完結束 倒的就直接拖去旁邊 拖去旁邊吸氧氣 然後就覺得 哇這到底是什麼 什麼奇怪的比賽 哈哈哈哈 滑船技 滑船技 那個大腿真的是會爆炸 我跟你講 大腿會爆炸 然後又要快 然後又有重 真的不知道是 為什麼我們要比這個比賽 你要看 對啊 阿不就還好我們搬 滑船隊比較多 不然 不然怎麼可能會贏 哈哈哈 超級 超級 超級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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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靈異體力很好 誰說的 我是覺得可能真的 有可能 但是我 我是一個 我是一個只要開始動 我就會 不想停的 但是 但是 我休息很久 你突然叫我動 我就會超懶 不想 不想 我不想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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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叫我運動 我就會 就是有種 有種 上癮 上癮的感覺 因為其實我 就是很 就是很酷 就是 比如說 比如說晚上 晚上就是 要堅持 每天晚上做 十下 養過幾座之類的 那種 然後不想做 不想做 但是 臨時你 就是 突然拿根筋 不對 你就會想要 突然那一天晚上 你就會想要做一百下 那種 就是 就是我 哈哈 這是我 就是 要超就是要超到超累 不然 不然就覺得 沒有意義 就覺得 沒有 沒有什麼意義 抬腿 然後開合 然後什麼 什麼 腳踏車 什麼 養護器 做 反正就是 就是要做到超累 我才 覺得 啊 我滿足了 的那種感覺 不過我覺得做五十下沒有意義 我覺得就是要做到一百下才會有那個感覺 然後做到我就快 快死掉 現在來了怎麼當 現在來了就是 就算你超累 就是你整個肌肉都在抖 但是你就會想要把它做完 你知道嗎 一百 一百也不是連續 就是比如說你做到七十下 然後 超累 然後再做個十下 好累 但是你就會想說 就是做到八十的就湊一百嗎 然後就是湊一百 然後就是湊一百 棒是這下紀錄 我不喜歡棒是 因為棒是 我肌肉都用在這邊 就是我用到的不是我的肚子 你知道嗎 就不是很喜歡棒是 而且手肘還很痛 大概一分鐘就是極限 我有腹肌 我沒有腹肌啊 我的腹肌是 假的 那個肌肉肌什麼的 就世界最強 可是我今天全身痠痛 對 我是一個體育科 體育科最不喜歡跑步 但是我喜歡 我喜歡體能性 但是我不喜歡跑步 哈哈 就是有那種 連續三段跳什麼的 就是 連續跳三下那個 我就覺得那個很好玩 雖然那個做完隔天 是真的沒辦法爬樓梯 我覺得那個很好玩 的時候 三十天隔天就不行了 瘦到看起來有腹肌 對 就是瘦到看起來有腹肌 你看 看那一堆人手腳不行 我覺得體能訓練比 打籃球還開心 因為我就不會打籃球 所以我不喜歡打籃球 所以有時候比如說我們 我們練習的時候 比如說剛剛前面跳的時候 然後大家都 操練 然後我還會在旁邊亂跑 就是我就覺得 我就覺得 就是 都這麼累 就是 停下來的話會更累 所以我有時候就會 大家在喘的時候 比如說 躺著休息 躺著休息 我就會一個 就是嘴巴說的好累 但是我一直在亂跑 就覺得 就覺得直接停下來很 很熱 所以我就會想要一直動 我想要一直動 這樣才不會有很熱的感覺 因為 像reset 就是 四首歌 放在一起 尤其是reset的歌 還都很累 所以就會覺得 就會覺得 我現在在哪裡 我現在跳了兩首 我現在在哪裡 我要死掉了 不能 不能跳不完 但是就是有種走 走火入魔 你知道 練reset就是有種 走火入魔 走火入魔 就是 你跳完一首 然後你覺得 世界在荒 我得 我什麼都看不到 但是你就會覺得 酷喔 哇 跳了四首 這樣子感覺 但是 累到一個爆炸 累到一個爆炸 真的是累到一個爆炸 就是 直接那個 口 口乾 舌燥 那個嘴唇都快裂開的 那種感覺 好像喝水 這樣子 除了跳reset 沒有東西可以讓我喝水 就是reset 就是一個真的需要喝水的東西 你就是跳到那個 因為會一直吸 然後就會 就是全部嘴巴都是乾的 真的會累到 真的會累到 為什麼不要有累的感覺是要再一首 我覺得休息的時候是最累的 休息完之後繼續是最累的 所以我 就會這樣 不要休息的話就不會累 就是你休息之後這樣 叫你再回來練 你就會覺得 好煩喔 還要再繼續 所以老師 來喝水 然後我就會站在原地 我就想說 他懶著喝水 沒有很累的時候說 來 大家去喝口水 這樣子 我想說 只是 覺得沒什麼好喝的 真的 特別累的感覺 所以就是全部 什麼 好不容易衝到這邊 然後突然掉下來之後 你就 不想要再上去 不想再上去 看完Live都有特別累 但是當下都不會覺得累啊 就是你在動的當下 你不會覺得累 就是停下來的那一刻 你就會覺得很累 有時候就是 我是一個人 蠻 蠻容易自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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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時候練習 我就是 我就是 一個人 很開心 沉浸在其中 很開心 謝謝漂流的剪刀 很開心 現在也露露的kiss 秋秋 就很累 就很累 超累 就是有種 都運動了 那就多運動一點 這樣子的感覺 但是不會那種 每天都要運動 就是 因為就是因為我不會想要運動 所以 當我開始運動了之後 就會想要一次把它運動 你喜歡運動 我不喜歡運動 超不喜歡 因為很熱 應該不會吧 應該不會吧 也是運動一做的人 運動 運動完會覺得很爽 我覺得不會 我覺得運動完就是很噁心 就是 全身都是汗 然後很適合 很黏 就是覺得不開心 就很適合 然後 劉好琴 生日那一天 然後我就 圓子祖 圓子祖就說 頭目我可以叫你小琴嗎 然後 然後 劉好琴就說好啊 然後 然後 圓子祖就說 好像不行耶 我好像喊不出來這樣子 我是覺得他很好笑 超級好笑 不是假寶 很好笑 他說他沒辦法叫我名字 然後我們就開始說 然後 他說 他說 前輩我可以叫你01嗎 我說 我說你叫啊 他說 我覺得我叫了好像會被打 然後是說 那你幹嘛問我 奇怪 然後 然後後來 就旁邊 旁邊做棋會 然後 然後就好像 他們在聊什麼 就是平常 平常怎麼樣 會叫 誰誰誰前輩 什麼的 然後我就說 好像從來沒有聽過 就是 奇會 有叫過我們的名字 的感覺 就是他就是從來 然後 又要聽就說 他本來就 他本來就這樣啊 欸欸 什麼的 就是他連名字都不會叫 所以 自然而然就沒有聽過前輩這兩個字 但是 整個公司感覺最有 那個感 最有 印象的就是 圓子祖 因為 圓子祖太長 前輩早安 前輩早安 就是他沒事 前輩辛苦了 就是已經聽習慣他講前輩這兩個字 然後就會 習慣 但是其他人就沒有這種習慣 你知道 其他人就不會有這個 印象 那個 庭力跟 庭力跟竹竹很 庭力跟竹竹很 特別特別的 就是 按照這個 規矩走 前輩好 前輩好 就是超級 超級無敵 然後 然後 無期會就是一個 早安 然後就 早安 那我們 我們其實也沒有 沒有什麼感覺 你知道嗎 但是我真的沒有印象 他叫過我們的名字 你知道嗎 沒有印象 就是他 沒有印象 無期會叫我們前輩 但也沒有印象 他叫過我們名字 他怎麼叫我們名字 就是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記憶 然後 然後 然後顏子子就說 他有一次 就是聽到 聽到大家都在講 什麼 什麼 什麼的 然後 然後他就 他就 趁亂 趁亂喊了 然後 然後就被 姐姐 就被經紀人姐姐 這樣 就要前輩 然後他就 前輩 然後 然後像是 因為 是很常 很常 就是 別人不講前輩 都不會背嗎 但是他說 他說只要他不講前輩 他就會背嗎 所以就會覺得 我就會覺得 很好笑 為什麼只有他 他不喊前輩會背嗎 我就覺得 應該是大家對他 就是有禮貌的形象帶 就是已經 已經那個 已經習慣了 所以他突然沒叫 大家就會覺得 你為什麼 你為什麼沒有叫 超好笑 小灰只會喊面面 外男的那個是故意要玩 沒有故意要玩 好像是真的很認真的 跟他講說 要叫前輩 這兩個字 就覺得很好笑 我就覺得他很好笑 他那天跟我們講 他那天跟我們講 我們覺得很不可思議 為什麼只有他 不加的時候 會被 會被就是 會被注意 這樣 可是確實是這樣 每次聽到 什麼前輩的時候 永遠都是 原子豬 你知道 差別太遠 真的是沒有聽過 什麼意思 大家有印象嗎 大家有印象 大家有印象 我有印象就是 廷利會叫我前輩 原子豬會叫我前輩 其他人就沒有什麼 其他人就沒有什麼印象 你知道嗎 很好笑耶 零零有禮貌 零零有禮貌 零零就 我覺得他 只是被我們公司 被我們公司 已經訓練到 他非常的 他對 萬事都覺得恐懼 他對萬事都覺得恐懼 好 然後我們就會 辛苦了 他看到我們就會覺得很恐懼 你知道嗎 就是 為什麼他這麼怕 為什麼他這麼怕 笑 他感覺很 很怕被罵 他可能已經 對 他現在已經 各種 平日生活的活在 我沒有 好嗎 而且我明明就不是 Daisy組 應該不會很可怕吧 不是自己組的 自己組 的比較可怕 五豆派偶像 什麼叫做五豆派偶像 什麼叫做五豆派偶像 我真的覺得 原子族可以做 做個測試 因為感覺他如果 突然叫 其他 名字的話 大家都會發現 但是 假如說 武器會叫 可能沒有人會發現 這件事情 什麼 啊他很前輩 什麼 你第一個聯想到的 就是原子族 絕對不會想到其他 會好好叫 蠢蠢前輩的 大概就只有原子族 哈哈哈哈 我現在很不好笑 魔鬼軍曹 Daisy的前輩 不知道 連蠢蠢都可以叫小清明 就是沒辦法感覺 蠢蠢從一開始 最初一開始 他就是叫小清明 很酷耶 超尾 不尾合啊 你如果不注意那個 年齡的問題的話 你就會覺得 很正常 屎雅 我不知道耶 感覺 感覺屎雅是一個 意外的 不需要叫前輩的人 可能習慣了吧 大家都叫她屎雅 老流 有嗎 老流 有嗎 有嗎 那就是啊 前輩 就是說原子族叫誰都叫前輩 不然就是叫頭目 對 不然就是叫頭目 好 成績過嗎 應該沒有吧 應該不太有人會在練習的時候生氣吧 去前公司 那邊是 這前公司可能被震撼教育 應該不是 應該是在我們公司才被震撼教育 結束的時候要說辛苦了這樣子 因為我應該是在那裡 其實我滿好奇大家都叫我 因為我太多名字了 太多名字了 叫我林雨昕的不多 大概就陳世雅跟劉小琴 嫌弟其實叫我01 不然就累期 謝謝奧獎的樂 至少三種稱呼 二齊孫唱張叫我01前輩 但是沒有人叫我 雨昕感覺很怪是嗎 劉小琴對 劉小琴叫我零行 陳世雅有時候會叫我零行 有時候叫 對她都叫我零行 欸零行 對 陳世雅顯迪奇 顯迪奇 她很少遇到 好 直接叫名字感覺比較親切 因為要習慣很難吧 要習慣叫名字很難 三個被點到的錯 三個被點到的錯 對 聽到最多的大概是01 叫我 最多的大概是01 再來應該就是累集 最後才是 林玉昕這三個字 謝謝 異成的螢光棒 這週運動會小聊 明天是不是明天就禮拜三 泡氣喊全民 感覺很強 喜歡累集多一點 有些人不會念日文 對應該有些人不會念日文 就好 阿啓啦 阿啓 阿啓 我就去 驗證 大家叫我什麼名字 然後把它做成 一個排名 幾個人叫我什麼什麼 跟朋友解釋累期怎麼唸 解釋半天為什麼要解釋半天 很難唸是不是 累期 拍什麼VLOG 考慮一下 做一個大調查 用問卷調查 考個企劃 請別人幫我拍 幫我自己去拍好像很貴 你都怎麼叫我這樣子 叫我什麼名字 因為我名字很多 你又帶小星跟竹竹 沒有啊 謝謝翠翠的真情告白 有互動才有趣 誰 Ralph 五ут OD 那我就想到的時候再去做 想到的時候去做一下 這個企劃 還不能一天錄完 不然一天錄完太奇怪 沒有他在魷魚 魷魚貓 看起來在魷魚 謝謝吉米豬的男女神粉絲團打扣 聽說星巴克要出新的飲料 我還把他截圖下來 好像是明天想要去喝優格 優格什麼的 謝謝真情大白 很常喝不長超級不重 因為很貴 然後還要 就是有種格格不入 因為我平常就是沒有在打扮 就喝那個感覺就很奇怪 哈哈哈哈 這個叫做什麼 草莓脆片優格新冰熱 聽起來就很好了 8月5號開始 還是咖啡 應該新冰熱就是沒有咖啡 我記得啦 然後還有什麼 巧克力香蕉脆餅 優格 新冰熱 還有什麼抹擦的 東西 新冰熱 新冰熱感覺走進去 就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情 起碼新冰熱就是一種很困難的事情 沒有規定要正裝 雖然是沒有規定啊 但是就是 就是覺得去買那個好像不能穿的 不能穿的太 怕店員覺得 這個人喝得起 新冰熱的感覺 就是 心靈收穿 現在講Rulul的花枝金翠 所以我要 有點自信再進去 有時候都很貴 新冰熱本來就很貴啊 新冰熱本來就是 沒差吧 要外送就沒差 因為大概等於一個便當 大概就等於一餐的錢 不要太脫去 是這樣沒錯 兩血也要踏進去 買一種一代啊 雖然你不喝 一隻喝兩倍 要找到那個 要找到一起湊的 日本珍奶鼻星巴克可以 謝謝 我要來念拍 第十名是夜蘭 謝謝夜蘭 第九名是北緣神推 謝謝北緣神推 第八名是變成新鮮檸檬 第七名是珍珍 謝謝珍珍 第六名 是LULU 謝謝LULU 所以大家會買一雙一 然後自己喝是不是 第五名是漂流 謝謝漂流 第四名是Akira 謝謝Akira 謝謝Akira 第三名是吉米豬 謝謝吉米豬 謝謝吉米豬 第二名是VILSONG 謝謝VILSONG 第一名是金佑 謝謝金佑 謝謝大家 相對比較滑得下去 真的 辛苦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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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刀石重布 今天也要加油 好喔 真的我一直睡不著 等等大概就是 整理東西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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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辛苦了 辛苦了 加油 拜拜 outlook 辛苦了 後天很快 拜拜 拜拜